这是神仙的缩面方法 方便面掰成两半放进暖水壶 撒上调料包再蹭点小店的热水 焖上三分钟 随手点一根滑子 可里面有啥呢 他捞了半天 只捞出一条鱼骨头可静缩了 他的面子源自于他的身份 老板笑他怎么不吃点好的 他说天天大鱼大肉吃腻了 王抗美是铁路局正式职工 在那个年代这不仅仅是铁饭碗 而且几乎承包了他家所有的衣食住行 体制内的身份就是老王最大的面子 但在欢送会结束后 只有老王没走 他还想等个消息 退休后老王的收入少了一半 老婆也恰好住院 想问问自己的气管病算不算工伤 如果算的话 他就可以多拿一些补助 工会的同事通知老王 他这个并不算工伤 老王是个要面子的人 说不算就不算吧 日子本来也不紧张 说完他把桌上剩下的橘子拿走了 要带给妻子尝尝 工会的同事让他去找女婿 这些差的钱还不是他女婿一顿饭钱 当晚老王精心准备了果盘 把女儿女婿喊到家中 但女儿似乎不太高兴 这样的氛围让老王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这边女儿看见丈夫打电话 就追问他是不是小三打来的 女婿眼急手快直接把手机关机了 女儿不依不饶 直接上手抢手机 两人大打出手 老王一气之下先翻了桌子 止住了这场战火 第二天买菜的时候路过一个算命摊 还是用电脑算命 老王何时见过这个 人家开价三块 老王讨价还价 店主见他这样说还送他一张照片 老王这才同意 还想着万一电脑知道在哪里找钱呢 不一会照片出来了 背面就是运势分析 摊主说老王有福气 天庭饱满 地满方圆 两耳垂肩 上面还写着妻儿老少皆如意 这些话听得高兴 老王直接给了摊主十块钱 当作小费 今天一整天 老王心情都很好 中午做饭还特地给老婆加了餐 但不愿意给妻子说女儿的事情 怕他担心 于是问其找工作的事 妻子说 隔壁床的老李最近在做网络商务 听说很赚钱 还给了老王对方留下来的地址 老王二话没说 骑着二八大杠就来到了字条上的位置 推开门就看见 跟自己差不多岁数的中年人 在老师的带领下 大声喊着口号 做着发财的白日梦 老王也加入其中翩翩起舞 可没一会警察就来了 原来这个所谓的网络商务 是个传销窝点 这这样老王被请进警察局 还被警察叔叔教育了一番 警察看老王像个正经人 于是劝诫道 就凭你这体格 干点啥不行 登登三轮车 找个地擦擦皮鞋 这钱挣得堂堂正正 光明磊落 老王像是被点通过了人多二卖一般 来到了一个擦皮鞋的小摊 不停地向老板娘打听收入和内税的事情 老板娘以为老王是工商局的人 下来考察 老王也就借颇下驴 问了起来 这时有个碰瓷的顾客 非说老板娘把他的袜子擦脏了 不愿意付钱 老王看不下去 揪着男人的袜子一搓一摊 可男人不依不饶 摊主不愿意惹事就让男人走了 看来这些的老王知道自己 受不了这些气 看不起自己 也不愿意接受为别人服务的生活 在路边正好碰见自己的老公友 对方非常热情 非要拉着老王去喝两杯 还说要请他吃饭 这让老王有点动心 之后公友坐着三轮 老王则骑着单车在旁边跟着 看着眼前登三轮的大哥 老王又动起了心思 跟老板商量让他试试看 刚开始老王体力还跟得上 可等时间一久老王的气管病就上来了 到地点的时候老王差点喘不过气 看样子这个登三轮也不能坐 老王和公友久过三选 公友说之前自己非常羡慕老王 人到中年有儿有女夫妻和睦 在外人看来他的家庭没满 但现在老王变了 没有以前精神 而且还憔悴了很多 老王一杯啄酒下毒 拿出算命给他的纸条 看着上面的字越想越起 直接想把他给撕了 好在公友阻止了他 说就冲上面妻儿老少皆如意 这几个字就不能撕 听完后老王又默默地把纸条折好 但他知道自己的日子并没有那么好 喝完酒女儿哭着给老王打电话 说女婿在外面有了人 女儿想让父亲给他出气 老王沉默了指一个劲的劝女儿别哭 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女儿 老王看到一群身穿保暖内衣的模特 他主动上台参与互动 也许是因为那具耳朵大有福 老王如愿以偿 拿到了一套免费的保暖内衣 领奖时他也给老板提建议 说要是模特走秀时找个乐队烘托氛围 还给老板支招 说如果再请个专业的乐队在现场 气氛一定能更火爆 还说自己手下有一批人 可以接下这个火 说着就在纸条上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 还以为能诚实的老王转头就看见 主管把他写的纸条擦鼻子 直接给扔了 之后接到老伙计的电话 告诉他自己在话剧团拉二胡 正好缺一个主唱 让老王过来试试 虽然老王年轻的时候 在单位宣传队里唱过歌 但毕竟现在年纪大了 到了高音部分就哑了火 这样老王非常沮丧 难道自己是真的老了吗 干什么都不能诚实 这个老头没有自己的房子 只能借住在女儿家 可是他在家里每天吃都吃不饱 整天吃红薯 儿子听到后非常气愤 但他却没有能力接走父亲 只能闷头走回家 不幸的事情总是接二连三发生 年头很大的自行车出现了问题 老王来到了他长驱的修车铺 却发现李老头因为年纪大了 不干了 无奈之下他换了一家店 对方要收一块 但老王只有七毛零钱 没有办法老王只能跑到一个公园 来破整钱 可是商家都说不买东西 就不给换 老王来到一个抽奖的小商贩旁边 玩了一把幸运大转盘 老王转到了洗发水 老板找了零钱 老王觉得有问题 不管怎么转 轮胎都会停在洗发水的位置 再看看老板的摊位上 根本就没有别的奖品 不用别的奖品 你要洗发水就够了 你大哥 在哪里 你跟着谁呢你 晚上儿子带着两个朋友回家 把家里要给住院老婆吃的菜 全部吃完了 老王发火了 抱怨儿子整天游手好闲 什么事也不干 就知道啃老 大儿子却得意洋洋 说今天就做了一件正事 白天他带人去捉奸 给姐姐报了仇 把姐夫的脸都给他抓化了 大时候就是外面的一对姐妹花 老王听到后 拿出了一百块钱 让儿子带着他们去外面吃顿好的 老王到医院给妻子洗了头 没有将这些糟心事告诉他 之后带了一盆花 到了工会同事的家里 终于愿意拉下面子告诉同事 家里的情况 看有没有办法帮帮他 弄个工伤 这样家里的日子能好过些 但就是人走茶凉 工会的同事 没办法帮老王这个忙 他去看跟弟弟弟妹住的老爹 但两口子光顾着打麻将 老头每天就是啃地瓜 想把父亲接回家住 但是又没有条件 老王因为这是和妹妹吵了一架 他气汹汹地走了 可尽管他在生气 还是把老父亲留在了这里 没想到刚出门撞了个小伙 把人家酒给打了 老王没心思说话 但小伙来劲了 听到这句话的老王火了 积压在内心的怒火 终于找到了一个爆发的出口 老王追了上去 可是在拐弯的时候摔倒了 这下自行车坏了 保温桶也碎了 但这一跤把老王摔清醒了 他躺在冰冷的大地 再也不纠结在大街上的人来人往 慢慢起身 拖着自行车来到牢里头的修车摊 撬开锁着的柜子 自己修好了自行车 将电脑算命的那张纸 郑重地留在了修车谱 像一个告别里 告别失忆痛苦的情绪 然后给舞伴打电话 他用他激动又有点悲壮的声音打电话 我说 我 出来跳舞 尽情地在广场上舞动 直面痛苦是对抗痛苦的第一步 发泄完 老王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 他高唱着 长征祖歌 独行在无人的街道 身后两旁静默的楼房 与耀眼的灯光为他致敬 贫富矛盾 时代发展的矛盾 逝去的长征时代与长征精神 浮躁冷漠的现代社会正在逼近 社会的巨大发展 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着什么影响 电影通过这种方式告诉我们 纠结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没有意义 我们没有什么力量去决定 和改变世界怎么发展 我们能做的只有武装自己 让内心不断强大 向着操弹的生活奋战到底 感谢观看